好 职人民主 我们今天要看发源于山东的鲁菜 被称之为四大菜系之首 过去明清时代作为宫廷菜 因此食材啦 还有料理手法特别的繁复 讲究注重养生 不过也因为这样子 难以走进平民百姓家 跟川菜还有粤菜等菜系相比 推广上相对困难 高家府跟于信翰来告诉我们 在什么都讲求快速的现代社会 讲究烹饪手法的鲁菜相对没落 但其实从发展历程来看 各大菜系多多少少都受到了鲁菜影响 因此鲁菜大师李志刚 在济南推广相关的餐饮文化 希望鲁菜能够重拾四大菜系之首的荣耀 喜欢吃鲁菜 穿的原因 对口啊 你好 这是鲁月龙门 请慢用 你想这道菜吧 我就觉得很刺激 很刺激 酸甜 糖醋鲁鱼 是吧什么九转大肠 刺激丸子 这也是典型的鲁菜嘛 可能这个丸子 可能吃的比较多一些吧 鲁菜经典菜肴 老山东人如蜀家珍 但范围拉到华人地区 它的名气就没穿菜 粤菜来得这么想亮 鲁菜好像是这几年 没有这几个兄弟菜系 这么有名望 在江湖上有名号 一个是大家认为 鲁菜是不是太复杂了 官家菜是不是太复杂 是吧 它不容易 这个短时间的操作好 所以它也不容易走出去 这其中有这方面原因 这叫剁切 葱湿呢 不能顺切 顺切以后 葱的湿呢 不容易断 一定要斜切葱 所有材料都透透 爆炒前 蔬菜要先汆烫 肉类先过油 最后才一家团圆 不像台湾常见的 炒三丝 重口味 鲁菜这道炒里基丝 重点在食材原味 用的调味料很简单 食盐味精料酒 吃起来肉丝滑嫩 糖鲜美 鲁菜呢 是符合人体需要的 所以我们说 鲁菜呢 堂堂正正 不走偏锋 大味中庸 可以代表中国菜的典型了 他是李志刚 山东鲁菜研究开发 推广中心主任 人称李大厨 专研相关研究超过三十年 还是鲁菜太斗 崔毅清的关门弟子 三十年来 我做了两项 一个是田园调查 第二个呢 就是从古书记里边 找了一些 关于鲁菜 这个历史 这个菜点的一些记录 那么这两方面加起来呢 就是有历史的传承 也有现代的一个 到现在为止 还在这个食用的一些东西 鲁菜在过去 最明清时代作为宫廷菜 一般人想吃 还不一定吃得到 但随着时代变迁 生活步调变得紧凑 更能刺激味蕾 烹调相对单纯 出菜快速的穿菜 反而成了大众最熟悉的菜系 说鲁菜呢 实际上是养生菜 所以没有偏味 不刺激 所以这个 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在推广呢 其实我们要 有绝对的自信 自信不是自大 不是说鲁菜就天下最好 因为鲁菜是基础 这个观点要亮出来 大肠切斑子块 斑子块就是 带在手指上那个斑子 所以不能长老 它是扁的 大概是这个 五公分 这个 头就不要用了 如果它费量不够 或者什么就不要用了 不要切太厚了 让它薄一点 推广中心聚集来自各大饭店 餐厅厨师 每天面对李大厨 严厉又一丝不苟的教学 目的都是为了掌握 鲁菜料理的精髓 鲁菜跟其他菜系相比 更讲究养生 制作方法上 会依照季节变化来做调整 像现在是秋天 包括食材会依照食令入菜 料理上呢 则会强调达到 中医所说的养肺效果 白色入肺的 秋季食令的 这样的食材为主 技法上呢 看看 有香炸 白烧 这个大肠如果夏天做 就是半大肠 呛大肠 清淡的 这个白烧 就是浓一点了 到冬天就变成红烧了 从菜单设计 到上菜顺序 它就是先上凉菜 然后迎面点 然后再开 迎面汤 然后再开些 演习 都有SOP 这个迎面点 一下就把你食欲勾上来了 然后迎面汤 就开胃去 然后胃口打开 山东省海岸线 总长度 在大陆排名第三 丰富多样的海产 孕育出独有的饮食文化 从沿海到内陆 能够分成三个派别 各有各的特色 但万变不离其宗 就是用来凸显每一道菜 主角的汤底 这食果海鲜的蜜汁 那么这个决定了食果海鲜的味道 那么卤菜呢 用的不是爆汁 是海鲜汁 海鲜汁呢 是挂碗的 那个浓香啊 用过肉 用过这个我们的蜜汁调料呢 把这个香味提出来 那么用它来烧海鲜 使海鲜呢 这个没有味道的这样一个原料 有了饱满的 浑香的 肉的这个香味 尽管餐饮市场 卤菜不是最热门 最受欢迎的菜系 但悠久历史 一直以来 被认定是中国料理的基础 秉持着这个想法 比大厨在发源地 既难持续生根 要让这在现代人 记忆中 渐渐模糊的味道 重拾往日荣耀 实际上卤菜是做基础的 因为卤菜是中国菜的典型了嘛 它是基础 就像绘画一样 它是一个主色调 只有在主色调 才能加红 加绿 加蓝 才能成为无产 TV北新闻 与新汉高家府 山东财宝报道 而中国大陆呢 是全球最大的肉品 消费国之一 光是去年 肉类的进口总量 就超过有450万吨 需求量大 同时也意味着 这个肉类替代品 在大陆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 现在也展开了 所谓人造肉的研究哦 是用植物蛋白跟昆虫 当作原料 这会不会是未来的 食品呢 乍看它就是一块汉堡肉 但精准的来说 这不是肉 而是一块有小麦 椰子油和马铃薯的萃取蛋白 加上植物雅铁 血红素 制成的人造肉 我们上下5000年的这个中华文明 饮食问题 不仅仅是为了仅仅吃肉 吃营养 那肯定还是一种文化 是一种愉悦 所以从这个消费人群的嗜好性 和这个习惯来说 肉质品和人造肉质量 还是有差别的 话是这么说 但中国大陆可是吃肉大国 每年的人均肉品消费量 59公斤 是世界平均的两倍 需求量大 现在人造肉的实验 已经悄悄在大陆展开 而且是用铲蛹为原料 做的昆虫食品 跟传统的畜牧相比 昆虫的饲养效率更高 更环保 为了拉抬消费者吃虫的接受度 研究人员在口味 食品形态和营养上下功夫 虫虫果汁 虫虫饼干也都出笼 哪天你嘴里吃尽了 虫虫汉堡肉 也不用太惊讶 TVBS新闻综合播放